大家好,我是王凱琴 2月17日 我將會在Bill Graham Civic Auditorium 舉行我的演唱會 到時我會為大家帶來我的金曲 希望跟大家一起唱 2月17日,千萬別錯過 到時見吧 不知天氣是否跟美國過不去 一連兩宗上天的新聞都是負面的 先是波音飛機脫了倉門 接著月球著陸器未能完成既定的任務 波音到船客 自從兩架737MAX8客機先後 在印尼和埃塞俄比亞出了大空欄之後 全世界停飛了幾年 等到頸都長了 終於出現轉機了 中國民航機構剛剛才準備批准這隻機營服飞 誰不知一架同系列的家長營 MAX9在俄勒江州波特蘭出現 飛行途中一度倉門脫落 於是又要停飛檢查 波音公司要公開道歉 道歉都沒用了 那麼牙煙的飛機 你叫人怎麼放心坐 波音的形象因為這隻門 立即打回原形 重返中國市場的計劃 看來也要再動一會 巨大的中國市場對波音來說 重要性不用多說 因為美國和中國的關係這幾年緊張成這樣 自然影響貿易 再加上波音飛機安全問題貧生 於是中國倒轉去買歐洲的空霸飛機 訂單大到一買就幾百架 看到波音流口水 還有中國自己做的C919客機 投入商業營運 又必然會搶走一些市場份額 中國準備復飛737MAX 極有可能就是要美國 釋航證給C919作為交換 總之 滾水綠豬場 波音的市場份額和壟斷地位 就這樣縮下一些 處於非常尷尬的境地 航空是這樣 航天也不能去哪 中國探月工程腳步很快 美國為了保持領先 制定了重返月球計劃 本來私營企業 航天機器人技術公司8日發射的 油准月球著陸器 就是為太空總署稍後的載人登月做預演 怎料發射出去不久就出故障 軟著陸的任務失敗 拖累太空總署被迫宣布載人登月計劃推遲一年 飛機跌倉門和登月器出故障 原因極可能 都是處理的細節不夠嚴謹 結構非常複雜的飛機火箭 零部件 每逢都是數以萬計的 電線接頭就更加多到數不升數 要做到這麼多細微處萬無一失 難度可想而知 舉個例 據內行人士說 為了省錢 MAX-9這款飛機設計的時候 就是一營兩用 加多了一道中部疏散門 然後按照客戶的不同需求分別處理 乘客多的就用這只門 來緊急疏散 乘客小的就塞了它 在倉內封住 金文MAX-9大檢查 拆了擋板才發現 有些飛機這只假門 和機身連接的螺絲 竟然都未收緊 用手都令得開 你說死不死 在幾萬呎高空飛的 這樣都行 今次出事的那架 起飛無奈 在爬升階段就甩門 可以緊急返航着陸 沒有死人 都不知是幾身收到 飛機是美國人內地兄弟發明的 美國長期撿世界航空業牛耳 五十多年前 美國就已經到過月球了 按照計技術不是問題 有這麼優越的條件 和其他國家競爭 本來應該是棄定神閒 穩陣 那是對的 為什麽 搞到接連出事 我認為 和心態有關 大幅拋離對手的時候 就不可一世 止步不前 等對手追到埋身 有反超可能的時候 就心浮氣躁 手忙腳亂 一個人如果 沒有寵欲不經的平常心 待人處事 就會鬆緊皆誤 一個國家 亦都是這樣 好 下一個話題 法國總統馬龍任命 政員國民教育青年部長阿塔爾 出任政府總理 有些出人意料 李偉新總理 最令人瞭目的標籤是 34歲 出季的男同性戀者 總統的親密盟友 馬龍任命 自然有他自己的考慮 我們這些法國政治 沒有很深刻了解的人 本來就不多好 講三講四 不過 因為這兩個標籤 有些中國網友 不免 就來個以鼓度金 一個跟總統過重甚密的 青靚白正年輕人 男同性戀者 出掌自覺理政 中書要職 很容易 就令到中國人 想起 西漢時期的 就是董言 董言沒有什麼才能 就是一個英俊 而成為漢哀帝的寵臣 二十多歲 官至大司馬 皇帝 皇帝疼他 吻到洞 有人 他跟皇帝 躺在一張床 皇帝睡醒 上起身 但是看見董言 枕着自己的 那件衫的衣袖 躺得很軟 皇帝不忍心 動醒他 就拿把劍割斷自己的衫袖 中國人用斷袖昏徒 來形容什麼 相信大家都明白 而其中的斷袖 講的就是董言 漢哀帝死後 董言沒有了靠山 很快就被山漢的王莽 逼到自殺 遠觀抄他的家 德前43億 所以董言也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探判之一 如果只是看身份標籤 另一位中國古代的大司馬 和法國今天的新總理 又真是有相似的地方 所以又怪不得有人拿他們兩位來類比 當然 身份相似 不能看成人生相似 更加不能夠斷定結局也一樣 畢竟時間差了兩千多年 而所持有的地域 又相够萬里 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文明 這位新總理的自覺水平如何 都還要給多些時間 提震一點 從法國傳媒的報導來看 法國傳媒對這位小仙玉出任總理 都頗有些擔心 據傳 內閣的兩位部長就很生氣 大聲叫 不願意接受他的領導 雖然後來這兩位 本人闢謠 說沒有這樣說過 但相信 就算他們沒有說 心多多少少 都是會有點不舒服的 人之常情來的 只不過 我就這樣看 年輕人不等於沒有才 馬克龍當選法國總統那年 四十歲都未到 五年後能夠連任 就說明他自覺不算太差 現在的加州州長劉森 29歲做三藩市市三市 36歲做市長 都做得中規中矩 就更不要說台海中李世民 28歲登基做皇帝 終於遞造精冠之治 總之 說就說政治家最好的年齡 是五十至七十這段時間 但是 天才偶然都會出現的 我們不妨放牆雙眼 看看這位新總理 到底是法國的董賢 還是 李世民 好今天就講到這裡 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講 多謝大家